万米高空之上 一架波音727客机突然失控 机身上下颠倒 剧烈摇晃 随即成螺旋翻滚姿态高速下坠 窗外的世界天旋地转 巨大的俯冲力甚至僵 部分机翼都撕扯了下来 机舱内充斥着惊慌无助的尖叫声 危难之间 机组能否历满狂澜 挽救这架岌岌可危的飞机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何调查结果引起轩然大波 让我们把时间线拨回事故当天 一起重返现场 揭开真相 1979年4月4日 环球航空841号班机 从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 前往明尼阿波利斯 圣保罗国际机场 这是一次夜间航班 机上载有82名乘客 以及三名机组人员 预计航程大约三个半小时 直飞的是一架波音727载体客机 这款飞机结构冗余度很高 非常结实可靠 在被波音747取代以前 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民航客机之一 本次航班的机组阵容堪称豪华 机长哈维 胡特 吉布森十年44岁 在环航任职16年 安全纪录优秀 曾接受过飞行特技训练 累计飞行时长15710小时 同时还拥有驾驶热气球 特技飞机 直升机 以及水上飞机的执照 可以说是海陆空三七全才 副机长是斯科特 肯尼迪 入职环航已有13年 累计飞行时长超过1万小时 飞行工程师加里班克斯 也有着十多年的工作经验 对于经验丰富的三人来说 这次的航班任务十分轻松 然而谁都没想到 意外来得如此猝不及防 由于已经在肯尼迪机场 延误了将近45分钟 为了节省时间 机长决定在起飞后 将飞机爬升至10363米高度 整个过程非常顺利 然而就当他们到达预定高度之时 机身却突然开始剧烈震动 机长注意到了飞机的异常 立即果断取消自动驾驶 改为手动操作 几乎在程序切换的一瞬间 飞机突然大幅度向右倾斜 机舱内的乘客也被遮 毫无预兆的状况 吓得失声尖叫 眼见情况不妙 机长立即减小油门 想利用减速来控制飞机 然而事与愿违 飞机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于是他又让副驾驶打开扰流板 希望通过增加阻力 来改善飞机的横滚控制 以达到减速的目的 然而依旧无济于事 机组人员心急如焚 他们知道再找不到解决办法 后果将不堪设想 然而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仅仅几十秒后 这架波音727可机 彻底失去控制 整架飞机直接翻转过来 并进入螺旋下坠的状态 与此同时 塔台的空管注意到了 雷达屏幕上的异常 他看着不断下坠的841号航班 立即意识到不对劲 于是马上进行呼叫 但始终无人应答 此时飞机正在 以每秒165米的速度 静止向地面急速下坠 高达6倍的重力加速度 把人压在座椅上 动弹不得 人们开始感到呼吸困难 意识也渐渐变得模糊 机组人员连最基本的操作 都难以进行 地面的灯光越发清晰可见 如果不能尽快将飞机改出 等待他们的只有坠毁 生死攸关之际 机长决定放下起落架 或许可以缓解飞机下降速度 但是这个举动非常冒险 很有可能会导致飞机解体 但都到这个时候了 也只能放手一搏了 幸运的是 随着起落架的放下 整个机身开始慢慢翻转过来 随后整架飞机 犹如过山车般向上爬升 最终在3353米高度处完成改平 虽然机组成功阻止了下坠 但危机还未彻底解除 飞行工程师很快发现 液压油已经完全漏光了 液压系统也受到损害 严重影响了飞机的操纵 安全起见 他们必须马上在 距离最近的底特律机场迫降 得到空管的降落准许后 841号班机开始转向 在距离底特律机场 还有24000米时 机组开始测试飞机的操控性能 然而当副驾驶打开机翼后 飞机立刻向左倾斜 并距离抖动 无奈之下 机组只能收回机翼 这就意味着 他们需要在 没有机翼的情况下高速进场 这无疑会增大飞机 冲出跑道的风险 安全降落的机会 尤其只有一次 他们别无选择 副驾驶开始报告下降高度 随着数据的一次次更新 841号班机 距离地面也越来越近 惊心动魄的时刻来了 所有人都祈祷 飞机能安全着陆 最终 在机组人员胆大兴起的操作下 841号班机稳稳停在了 底特律机场的跑道上 机上85人无以伤亡 全部安全走出飞机 这在整个航空史上都可以称为奇迹 可是飞机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为何会毫无征兆地失控下坠 事故发生后 美国安全运输委员会立即展开调查 调查员们抵达底特律机场 将飞机上的两个黑匣子卸下 并送往实验室进行数据分析 随后便开始观察这架死里逃生的客机 他们惊讶地发现 飞机右侧机翼的7号缝翼不见了 缝翼是位于机翼前端的控制面 当它和后端的机翼同时伸出 就可以在起飞和降落时的低速阶段 增加飞机生力 那么841号科技的缝翼为何会脱落呢 通过观察控制机翼的作动筒 调查员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7号缝翼是在身处的状态下脱落的 这让他们怀疑 在飞行过程中 缝翼和金翼曾被同时打开过 但是这个操作是被明令禁止的 调查员也不相信如此有经验的机组 会犯这种不应该的错误 于是他们一开始觉得 防疫可能是因为故障意外伸出 为了正视这个猜想 他们开始进行液压系统测试 因为要想让防疫非指令性伸出 液压系统和锁定系统必须得同时故障 但经过多次模拟测试 结果都表明液压系统没有问题 而且波音公司提供的资料中显示 只有当机翼承受超过70g的重力 才有可能造成防疫意外伸出 然而这样的重力负荷飞机绝不会出现 于是机械故障之一原因被排除了 调查员不得不转换方向 就在这时好消息传来 脱落的7号防疫被找到了 调查员发现 一个控制凤翼伸缩的 T型螺栓断成了两节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不是意外而更像是人为 但让调查员摸不着头脑的是 他们想不明白经验丰富的机组 为何在高速巡航的状态下 不顾危险地放出缝翼呢 调查员重新翻阅了机组的证词 却发现三人只字未提机翼和缝翼 为了查清楚真相 调查员询问了环航的其他飞行员 得到了令他们大为震撼的信息 原来很多飞行员为了节约时间和燃油 通常会做出一些违规操作 比如只会放出金翼而不放缝翼 具体做法是将后缘金翼放出两度 然后拔出缝翼的跳开关 这样就可以做到 放出金翼的同时缝翼无法伸出 这是公开的秘密 但没有人承认做过 调查员怀疑841号班机也这样做了 为了证明这个推测 他们马上聆听了驾驶舱内的录音 然而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 驾驶舱内的语音记录已经被删除了 这让调查员内心陡然一惊 机组为何要洗掉录音记录 难道这起事故背后还隐藏着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吗 为此 NTSB举行立场公开听证会 向机组提出质疑 机长表示 每次直飞结束后 他都会习惯性地擦除驾驶舱录音 但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信服 调查员强烈怀疑 机长是故意而未知 被删除的录音里肯定隐藏着真相 他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飞行记录仪上 试图找出更多的证据 数据显示 841号班机曾在44秒内 从229节加速到了400节 而且从巨支曲线也可以看出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 机身都经受了巨大的重力加速度 并且上下抖动的浮动非常大 这样剧烈的震动是如何产生的 为了搞清楚原因 调查员冒着生命危险 进行了多次模拟环境 结果发现 只有将近义和缝毅同时放出 才会造成飞机剧烈抖动 也就是说 机组当时确实执行了违规操作 但令调查员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按照以往的经验 这样做并不至于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这次为何会导致飞机差点坠毁呢 在仔细查看飞行数据后 调查员惊讶地发现 防疫的跳开关不知被谁给按了回去 也就意味着从那一刻开始 防疫和金翼都是处于打开的状态 之后整架客机就开始捕手控制震动 并且机组花了整整13秒才意识到问题 那么这个按回开关的人是谁 调查员必须找到他 也许这就是证据链缺少的关键一环 好在这一时 有一名空城回忆到 他看到飞行工程师 曾在飞机震动前离开过驾驶舱 这条关键性线索让调查员瞬间毛色顿开 迅速推理出当天事情发生的经过 当飞行工程师离开驾驶舱后 机长便开始了一系列的违规操作 回到驾驶舱的飞行工程师 看到冯翼开关被拔出 他不知道这是机长故意这样做的 就顺手按回到了正常位置 也正是这个致命操作 导致冯翼在高速飞行中伸出 直到飞机震动后 机长才知道工程师做了什么 但一切都已经晚了 飞机由此开始了惊魂翻转的一幕 调查员终于搞清楚 841号航班机组 是如何让这架飞机失控了 然而还有一个谜团困扰着他们 那就是为何只有7号缝翼被卡住了 问题救出在之前提到的T型螺栓上 通过野精专家分析后 调查员得知 T型螺栓因为金属疲劳出现了裂缝 这导致7号缝翼放出后出现下垂现象 飞行时产生的强大空气压力 硬生生将其掰弯 导致无法收回 两侧机翼受力的不平衡 让翻滚俯冲成为力中必然 然而当飞机下降至2438米时 幸运女神突然出现 放下起落架时产生的强大的气流 直接将7号防疫给扯掉了 这让机翼上的阻力瞬间减小许多 所以机组才得以重新控制飞机 最终成功安全迫降在机场 然而841号航班机组却坚称 并未在飞行途中故意进行违规操作 由于缺乏真凭实据 调查员也始终无法盖棺定论 最终经过长达两年的调查 MTSD于1981年6月9日发布了事故调查报告 调查组将机组的一系列违规操作 列为这起事故的可能原因 同时建议在驾驶舱内 提供额外的警示标志 值得注意的是 涉事机组最终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并且随着三人的相继去世 这起事故的秘密也长绵于地下 真相虽然已经不得而知 但这起事故也推动了航空安全的进步 事故发生后 现代飞机都配备了机载计算机 禁止在特定高度以上放出金翼和凤翼 时至今日 依旧有很多人认为 虽然MTSD缺乏铁证 但机组违规操作导致飞机失控 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对此你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留言讨论 期待你的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